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然了就是首选还是外科的手术治疗 甲状腺癌在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当中 往往我们要进行同侧甲状腺结节的淋巴清扫 淋巴清扫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 这个局部的颈部淋巴结有哪些出现了这个转移 颈部淋巴结清扫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创伤 那么患者术后的康复期康复时间也会相应的延长 当然不可避免的有这样一些患者 在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以后 也就是颈部的淋巴结清扫以后 还会有残留的淋巴结 那么这样的一些淋巴结 还可以通过这个放射性的同位置 也就是颈部淋巴结